今天終於成為奧運會的銅牌得主 劉姆尚, 形容一下你這一刻的心情 很開心 因為… 一開始玩手道的時候 其實也不知道 當時是知道沒有奧運的 當知道有奧運 其實也大概是幾年前的事 當時也覺得自己未必有機會 但也會盡力去試 到今天可以拿牌 但是…我覺得很特別 你哥哥說你的狀態非常好 來到已經是優惠 今天還贏了 他下午已經猜你一定會贏 其實我下午回到很累 我的腳是超級累 所以剛才我真的… 臨出場前也跟自己說 無論有多累 也要把自己最後的能力拿出來 因為… 要是有鴨銀牌, 要是有, 要是沒有 我不可以讓自己後悔 你也很辛苦地過去一年多 你也去了美國練習了差不多一年 這麼久以來的訓練 也轉了全職運動員這麼多年 你最想多謝有哪些人 很多人… 我怕多人到我如果說漏了 會不會那麼好 但我最想多謝家人 因為說回到最遠… 一開始一開始 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 其實很難走全職運動員這條路 很感謝他們給我這個空間 能夠在你這個儀時夢想 很想在這裡獲獎的聖殿 可以說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帶到這邊和牌回香港 暫時也很開心 因為暫時未見到牌子 所以未有很特別的感覺 但剛剛贏了這場比賽的時候 我挺激動 因為我沒想到自己會這樣 因為…其實對手都對過 大概都接過水平 我覺得這次不是看跟哪個對手打 而是這個比賽、這個賽事 這個地方,這面獎牌很有意義 說到這裡,今早問你時 你未知哪位對手 你已經說你會贏了 這份的自信是來自哪裏 是來自你實力還是信念 來自我…兩樣… 我對自己的技術都有信心 也很希望控制自己的情緒 可以將我在美國和日本學回來的技術 去表現出來 恭喜你,待會看你拿牌 謝謝 Prescon見 謝謝… 多謝,恭喜 謝謝 你的表現、狀態是怎樣的 第一場的時候是有一點點不聚財的 因為…那個榻榻米是我未試過這個質地 所以第一場打得一般的 因為還在適應地面的質感 但第二場開始掌握到 然後也開始習慣到這裡的環境 因為很少…我們很少比賽 由第一場開始只有一個榻榻米 所以…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大家只是專注在一個人身上 但到第二、三場的時候 都已經是…適應了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上是覺得越打越好 你覺得這年獎題是否對… 你來公共運作為大了甚麼恐怖 很希望大家要相信自己 因為…要相信自己 和好好裝備自己 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有一個機會來 當這個機會來到的時候 你要好好… 你要有兩手準備 你才可以發揮到自己最好 但是你按摩空手道第一人 我知道知名、Jimmy的那些 全部都看著 他有沒有些事想跟一些師兄師 大家師傅這麼說 不要哭… 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因為我知道… 可能我個人的脾氣比較怪怪的 他們都未必夠膽在賽前 或者…可能基本上… 不是賽前… 我說的不是像昨天的賽前 是一段時間之前 都不是很敢找我 或者跟我說甚麼 但… 這個就是我… 我…這個就是我 大家不用跟我說太多話 但我知道他們的支持 我真的收到了 在心中這些真是… 訪問完結後 下一個目標是甚麼 在11月的細暗賽 目標中的成績是… 希望再獲得獎牌 謝謝… 謝謝… 這邊有最多點